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de 台版FB不知道是小编休假 还是怕发错文被骂 又或者已放弃经营了 目前资讯只在官网更新 请各位多关心台版官网 像是4月15号被莫名锁的玩家 已在4月19号解锁 以及上次巨点争斗战的问卷调查 得奖名单也出来了 而关于这次被误锁的事件 上次影片在留言处也有回复我的想法了 而本次黑局也有处理跟补偿 这边就不追打吐槽了 让我们进入这次影片重点 韩版讨论区 之前有一些关于武器造型的分享 但因为台版的版本未知的情况 前几天秉持着实验的精神 来冒这个风险 索性是成功了 这边整理采集的地图 跟所需的材料 建议各位可以选择像是巴兰 利人之丘等 可以一次采集两种食材 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你目前所在的游戏伺服器 还没有人做 教育所有贩售相关材料的话 可以先抢购一波 这边小提醒 其中巧克力 只有一般的 才能做成码分 大成功制作出来的是无法使用 所以建议先做好 再去放置大成功雕像 或者用小号制作 最后把四种经过大成功制作出来 美味的食物 各放入十个以后 在大成功的情况下 才会得到武器袋子 不然就是个毫无反应的面包 武器袋子有机率抽到属于你的职业专物 总之算是给游戏带来一些乐趣 当没经验加成的时候 可以找时间挂工会钓鱼 堵青云武器 或者采集材料来做面包武器 这边顺便补充两个台版尚未开放的 圣诞树造型 所需材料如上 之后可以到摩登市场中制作 树木模型 可在采集可可树的时候一同收集 礼物用空盒 之前介绍过 可在赛拉堡 或者拉北亚市地区 各营地 或者村庄周围的箱子里面失去 因为数量需求颇多 一天又有十次的限制 建议每天有空的时候就采集一点 以免到时候一堆人抢 骨头造型 首先必须先拥有十条枪棘鱼 白天的时候去被遗忘的沙古 跟NPC对话才会触发隐藏任务 之后用以上四种战利品 可兑换到烤骨箱 有机会开到骨头造型武器 材料部分各位有空可以先收集起来放 但因为这资料来源不多 如果有更多资料 我会更新在影片下方 先不论以上这些收集难度 比起很多游戏 只强调课金礼包来说 真的是难能可贵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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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